什么原因 这个松花蛋在腌制的过程当中 如果剪用得过多 或者是洗得不干净 那有一些 大家知道松花蛋或者鸡蛋有一个气孔 老百姓叫气势 就会把这些脏的东西通过气孔进进去 更可怕的是 有可能会把一些有害菌 比如说大肠肝菌 沙门氏菌 这些也进入到松花蛋里面 我们建议买回家的松花蛋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把它包开以后 蒸熟了 再晾五分钟 晾凉了再吃 第二个方法是 我们平时都用的 最好用醋来调调汁 这样酸碱度平衡更好 这样会更健康